大家好,我是小红 有些女人跟男人交往并没有付出真心 而是为了从男人身上得到好处 这种女人一般感情经历很丰富 很会讨男人喜欢 也懂得取悦男人的技巧 甚至为了顺利让男人败倒在自己的十六群下 他们不惜付出身体 目的就是贪图钱财和利益 因此即便发生了亲密的关系 他们也不会和男人在一起 一旦达到了目的就会离开 当然,他们并不会和你断绝往来 而是把你发展成备胎 以便于随时向你索取 这就需要男人擦亮双眼 不要被女人的外表所迷惑 一旦发现有任何异常 就要及时止损 一般来说,发生关系后 女人这么对你 多半是把你当成备胎了 男人要警惕 一,让你承担她的一切开支 借机索取 女人把你当成备胎 才会让你承担她的一切开支 所有消费都将由你来买单 她不介意和你有亲密接触 无非就是给你一些甜头 然后借此索取 因此,一旦发生过了关系 她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让你为她付出了 不管你是否愿意 她都会让你照顾她的生活 为她的日常消费买单 在没有遇到比你更好的男人之前 她不会轻易离开 会跟你保持一定的联系 随时找你 但凡她有需要 就会把你当成免费的提款机 用多少钱 她一点都不会心疼 真正爱你的女人 不会借机索取 她会和你共同努力 一起承担起生活的责任 而且女人对你是真爱 在发生亲密关系以后 是不会对你索取的 反而会主动和你规划未来 甚至她会把自己的钱拿出来 和你一起把生活过好 让你和你走入未来 反之亲密过后 女人什么都不管 因为要你承担她的开支 为她所有的消费行为买单 这就不是真爱 男人跟女人交往 一定要擦亮眼睛 不要以为有了亲密关系 她就是真心爱你了 这太天真 毕竟有些女人宁可牺牲身体 也要从你身上捞到好处 不过是把你当成一个 随时拆遣的备胎罢了 二 不让你见她的家人和朋友 隐瞒彼此的关系 女人若是真心爱你 她和你在一起以后 肯定巴不得公开彼此的关系 希望得到家人和朋友的祝福 不过 如果女人只是把你当成备胎 她就不会这样对你了 就算亲密过后 她也会隐瞒彼此的关系 不让你见她的家人和朋友 这样的女人其实并不爱你 她拒绝让你进入她的私人圈子 就是对你有很强的防备 根本就没有打算和你在一起 在她眼里 你不过是重脱备胎中的一个 她不想让别人知道 更不会让你干涉她的社交 一个女人对你有所防备 故意隐瞒彼此的关系 说明她对你没有付出真心 在跟你交往时 她只会让你到隐蔽的地方约会 从来不会跟你谈家人和朋友 她愿意把自己交给你 不是因为爱你 而是为了从你身上得到想要的东西 一般来说 这样的女人都是屠材 只要你肯付出 就愿意和你来往 表面上和你谈情说爱 实际上就是把你当成备胎 她需要你的时候会主动联系你 不需要了也会拒绝让你靠近 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将关系公开 无非就是拒绝和你恋爱结婚 和你在一起 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男人遇到这种女人 务必要小心谨慎 只要发现异常 就要尽快离开 以免人才两失 三 不谈结婚只跟你谈钱 我们知道 女人在感情里 一旦发生过了亲密关系 她最渴望不就是男人结婚 这样的女人 是出于结婚的目的 才会和你在一起 早就认定你了 比如女人愿意和你同居 其实就是把你当成了另一半 以结婚为目的才接受你 不过有些女人却不是这样 她即便和你在一起 也不是真心想结婚 就算有了亲密关系 她也对婚姻闭口不谈 反而跟你谈钱 表现得很物质 一个女人付出自己以后 心里压根不谈结婚 说明她只是把你当成备胎 希望从你身上得到钱财 而且就算你主动承诺 会娶她 怕有无动于衷 根本就没有动情的样子 这种女人心里并不爱你 你对她来说 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备胎而已 当她觉得你有价值的时候 会跟你继续发展关系 一旦遇到了比你更好的男人 就会绝情地离开你 再者她只跟你谈钱 不断地向你索取 根本就不是和你长期生活的女人 结不结婚不重要 从你身上索取钱财 才是最迫切的事 这就是她最终的目的 男人一旦遇到女人这样对你 就不要盲目付出 以免将来受到伤害 总结来说 发生关系后 女人这么对你 就是把你当被胎了 让你承担她的一切开支 借机索取 不让你见她的家人和朋友 隐瞒彼此的关系 不谈结婚 只跟你谈钱 两性交往 男人千万别以貌取人 不要看到女人长得漂亮 就盲目追求 当你没有看清她的真心 对她的人品还吸存质疑的时候 最好别貌严付出 男人要记住 真心爱你的女人 不会向你索取 而是会和你共同付出 愿意和你共创美好的未来 反之 一个女人毫无付出的心态 只会向你索取 就算发生过了关系 她也不跟你结婚 说明对你有所保留 在她心里 很可能只是把你当成被胎 若是遇到了 最好趁早远离 放下不值得的人 才能遇见真正对的人 懂得取舍 不盲目去爱 才是成年人 该有的眼见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欢迎大家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